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并表示这比接受艾美更重要 是的 另一边患了乳腺癌的姑姑郑美玲 借着和苏芒合作的机会 逼迫苏芒离开郑楚 并且要苏芒在艾美计划和郑楚之间二选一 苏芒将会如何选择呢 赶紧来看一下 我不会让你跟郑楚走到一起的 郑总 感情 我自己控制不了 对不起 另外 您多注意身体 郑楚很担心你 等一下 你是不是真的 想拿下艾美之旅这个项目 如果你真的想要的话 你就得放郑楚离职 我将来回英国之后 我就会把艾美集团交给郑楚 感情并不等于全世界 你自己想想 你到底是真的爱她 还是你只想到你自己 回去好好想清楚吧 你还有很多时间 可以慢慢想 郑楚 嗯 你的理想是什么 不是都什么时候了 聊什么理想啊 好好好 嗯 嗯 嗯 我现在的理想就是你 我 嗯 我就想给你平平淡淡 过小日子 好 我 我之前的理想呢 是希望能像我姑姑一样 靠好自己的双手 打拼出一个 像艾美这样的大集团 不过现在想想 这也不重要了 因为我没有她那种 运出帷幄的能力 就我这脑子 钟协亮能当好一个体验室 跟人找找茬的吗 那如果你可以呢 哎呀 我不在乎这些 有什么在乎什么 你不知道吗 算了 请回公司吧 好的 怎么这么早来 我想好了 郑楚和艾美之旅 我都要 没想到你这么瘦 胃口还不小 苏莫 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叫做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吗 我还听说过 两全其美 把项目交给MG 就是交给郑楚 如果艾美之旅 对你来说筹码太低的话 不如我们换个方式吧 我只是希望 你能离开郑楚 其实我有些话 放在心里很久 你想想你肚子里面这个孩子 他二十年之后 带了一个女人回家跟你说 一定费他不去 但这个女人的肚子里 却怀了另外一个人的孩子 如果你是母亲 你会怎么办 你真的要帮郑楚想想 还有郑楚的家人 还有他的将来 如果将来 他继承了整个艾美集团 但他的儿子 却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 被人知道的话 你觉得外面那些人怎么看他 当他承受这些压力的时候 他会怎么样 如果换作是你 你扛得住吗 我会将整个艾美交给郑楚管理 而你 除了送给他一个 不知道父亲是谁的孩子之外 你还能给他什么 欢迎回来 郑美玲没能成功地 让苏芒离开郑楚 但是这个时候 苏芒的闺蜜严小秋却觉得 苏芒和郑楚并不合适 再加上郑负的打压 不堪重负的苏芒 终于决定要分手了 是的 郑楚在收到了 苏芒的分手信之后 一直都不肯相信 苏芒为了让郑楚相信 故意和废议走得很近 甚至说自己是为了取得 和艾美的长期合作机会 而放弃了他 郑楚究竟该怎么办呢 让我们一起来往下看 我觉得你们俩不合适 不想你真的撞得鼻青脸肿 头泼血流 你冷静地想一想啊 毕竟你结了婚了又离婚了 关键现在又有了这个孩子 这个孩子他又不是郑楚的 这跟任何一个传统的家庭来讲 只要有一招 那都是死招 更何况你还有两招 那不得判死罪啊 这郑楚还跟我说了 他可以为了我放弃艾美 就万一有一天 你说他的事业没有预期得那么好 你们俩吵架了 他突然间就爆出一句话 苏芒 我当初为了你 放弃了艾美 喂 你好 苏芒 我是郑楚的爸爸 我知道可能我跟你阿姨有些过分了 但是呢 也希望你能理解我们这些 为人父母的心哪 你也是要当妈妈的人了 等儿子长大了 你可能就理解我们现在的心情了 叔叔 我懂 我现在已经懂了 什么叫我们算了吧 你到底想干吗 你到底想干吗 关于这件事情 我想了挺长时间 还是觉得我们不合适 其实之前我们也 算不上真正的恋爱 所以 算了吧 费总 你数学那么好 应该可以算得出来 这个项目做完以后 我可以拿多少提成 与其抓着一个 不可能实现的感情 还不如抓住 你能抓住的东西 是不是 你真的这么想的 当然了 人跟钱总要选一样啊 我总要给自己一个保障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放开我 不让我开 你刚才跟老费说的都是真的吧 对 你是因为爱美之旅 放弃了我和你的感情 对 我不信 你为什么不信 我当然不信 好 那我让你相信 我之所以这么做 就是因为你姑姑跟我说了 我在你跟项目之间 只能选一个 我这段时间一直纠结这个问题 不过很快我就不纠结了 因为你跟我说 只要我不跟你在一起 他就把爱美所有的项目 都交给我 你知道吗 这是多么可观的利润吗 你太想到我了 你说的这些话 没有人会相信 没关系 时间会这么运气 想要了解更多 飘洋过海来看你的精彩剧情 一定要记得每晚19点30分 送离浙江卫视中国来剧场 除了好看的电视剧 本周浙江卫视 依然会给各位带来很多精彩的自办栏目 本周的高能少年团 几位少年又将迎来怎样的挑战呢 我们一起来先赌一块 本周六 高能少年团在美丽的海南岛录制 人生12克之体育歌 几位少年和嘉宾们分别组成少年队 和腊肉队进行对战 他们第一个对抗的比赛是单车送餐员 双方都派出了不同的队员进行比赛 无热线 无少年 挑战虽然是困难重重 但是各自都胜券在握 那么他们能否骑到扶桥镜头呢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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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成了 太成了 不行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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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控制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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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终极考验是两队在泳池内进行水上浮台赛 少年队和腊肉队分别派出王俊凯和田亮 两位代表在一次次爬上浮台之后又掉入水中 然而比赛才刚刚开始 接下来他们谁将会是获胜的一方呢 敬请期待本周六晚二十点三十分高能少年团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好看中国人的全部内容 再次感谢您的收看我是长庚 我是王俊 不要忘了在每晚的十九点三十分收看电视剧 飘洋过海来看你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